这个花费350多万的民调一推出就惹来不少争议 甚至有前线记者联署在网络上发起反季节行动 媒体的关注点除了新闻局这次修改出版法和视听广播法 事前并没有咨询新闻界的意见 以及问卷的设计被指充满引导性 另外这次民调公司究竟抽出哪一些新闻从业员 来进行问卷调查也出现不少疑云 例如在其中一个13人的讨论小组当中 居然有11个人同样都是来自政府出资的澳门电视台 而且几位新闻部高层职员也刚巧是受访者之一 对此主办方就有这样的回应 我们没有觉得有代表 我们从来都没有 如果没有到这个结果里面 这个是给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这个原因是我们不欢迎 我们今天在工作在那个专业组里面 我们都想它好的 我们都想大家所有在座的传媒都能够参与的 但是我们根据一个科学的原则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拿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抽氧框 每个区域都是不对的 你怎么确保这个讨论 它出来的结果是科学的呢 以言国 以言他这个 他做这个区域据我所知 这个有不同的方式 他也是有透过他自己的途径 去找他们的资讯 这个不是自然科学来的 不是说水100度在大压力之下 100度就会滚的一样东西 这次不少媒体都加入抵制民调的行列 导致民调的抽氧率未能符合标准 对于记者质疑 新闻局将一些新闻机构内部人员的资料提供给民调公司 新闻局最终还是不认不认还要认 这次民调公司透过电话访问选出大约300名市民 出席一天的讨论和民调 不少市民都对修法有不同的看法 但当中也有为数不少受访的市民表示 对修法的内容一知半解 对于有学者质疑高度专业性的修法工作 究竟是否适合做商议市民调 主办机构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强调无论如何广泛听取市民意见 还是会有价值 二位是彭爱茨 姚华澳门报道